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2022年中国经济大预言 千年来的大变局呢 生死存亡之战嘛 好习近平呢在2021年呢 到底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吗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先谈谈习近平呢 其实呢他对中国大陆的一些 境外投资也好 海南的拓展投资也好 包括香港反送中事件呢 还有呢一大堆的问题呢 都在2020年到2021年呢 不断的陆续在上演当中 那这些问题呢 包括追杀了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企业就这样子就倒了 然后呢还有包括恒大 恒大现在在2021年呢 是不是又会引发呢 最后一波的 使中国呢的经济呢 陷入困境的最可怕的 一个引爆点呢 我觉得呢不止这样子 我相信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美国呢将中国的所有的企业呢 都赶回中国去了 然后呢将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呢 都叫他们回到美国去了 很多世界各地呢 包括日本南韩台湾 新加坡香港 马来西亚 以及泰国 欧洲很多的国家呢 甚至呢欧美国家在中国大陆设的厂 就是那种像是名牌厂 现在呢也一家一家工厂收了 店面更是倒成一片 所以呢2021年呢 最近呢习近平他讲些什么事情呢 他说中国现在要 全民都是一样的有钱 哇那好难啊 不是吗 14亿人口怎么都一样均负呢 均贫呢不可能的事情 有钱的还是很有钱 穷的还是很穷不是吗 有办法的还是有办法 没办法的永远都没办法 好所以呢当然他喊的口号是 假天正想的 也希望呢百姓能够呢 共体时间 但问题是 前阵子他的大缺电 又使很多企业逃亡去了 好包括呢很多的企业呢 在中国大陆呢 已经弃场而逃之下呢 中国的经济到底会影响到 全世界什么样的态势吗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谭老师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习近平的八字里面呢 他属蛇 他这个大域里面呢 走太阳化祭 走在哪里呢 在旭工 好太阳化祭在旭工就是什么 晚上的太阳 晚上的太阳是什么 要月亮才看得到光芒 对不对 所以呢他是什么 眼睛被蒙蔽了 好他的一带一路呢 花了多少钱 然后呢一条两条三条一带一路 当然中亚那一条一带一路被砍断了 好中亚那一条一带一路被砍断以后呢 他现在呢把香港收回去以后了 香港的反送中也是搞得沸沸扬扬的 搞得大家呢民不聊生 搞得森林涂炭 好那森林涂炭以外呢 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出走潮 包括你看哦 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李嘉诚 卖了上海北京中国所有的房地产 然后呢准备要逃亡去 现在已经九十几岁 结果呢包括黎智英 黎智英现在呢整个被抓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 一而在 当然红派黑派鹰派鸽派 通通有 我们先讲一下 中国大陆分了很多派 不是鸽派跟鹰派而已啊 还有红派跟黑派 好江泽民那一派呢 还有呢习近平这一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年来 中国崛起以后呢 整个的态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好既然是不一样的话呢 当然2018年以后呢 2018年呢还在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货帽战 2019年呢惊爆了COVID-19 武汉疫情 2020年呢 整年度呢 大家呢 在水深火热当中 2021年呢 更是可怕 冲破了所有的财苦 倒的倒死的死 逃的逃 看到没有 如果以中国现在现况来看的话 他要再重新正衰起壁 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力气了 好习近平呢 我要先讲他的八字 他的八字我已经可以背得起来了 你们要知道 太阳化剂坐在旭工 太阳化剂坐在旭工代表什么 看不清楚方向 有时候判断错误 他玉山架桥 玉水架桥 玉山绕道 不断的在开垦 不断的在什么 架设高速公路 架设呢一带一路 包括呢香港 他也是一样哦 结果我有做过一篇香港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2017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呢 那是我最后一次宣航 我这几年没有再去香港 因为疫情的关系 2019年以后我没有办法再出门了 所以呢 2017年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呢 我在经过香港机场的时候 看到呢 香港的建设整个呢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就知道惨 他做了什么 珠江三角洲的一条什么 巨龙 我觉得他是巨马 而且为什么说他是巨马呢 因为他整个呢 在海上的那一个土地呢 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像响尾蛇的头一样 他不是龙的头 是蛇啊 好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名书什么呢 书蛇 我看到那个 那个风水这样被破坏掉 我心里就一惊 哇我在想香港要出大事了 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研究一下说香港到底会出现什么大事 我就讲两年内一定出大事 果不其然在2019就出了大事 好我们话说回来呢 现在中国大陆呢整个内境 现在是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以及呢包括呢香港的珠江三角洲都出现了大问题 好这些大问题呢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现在呢包括赌场 大家都应该知道赌场在澳门 澳门的赌场现在也很惨 澳门赌场呢因为他抓贪 抓奢侈 所以呢澳门的赌场现在生意呢 大概不到一半的生意 很多店都关掉了 不像以往的辉煌 好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呢每一个 自从何荣生死了以后 香港包括澳门 整个都一直在走萧条的路线了 好我要先讲一下 全世界呢千年来的大变局 就是在2022-2023年这两年 2022才是真正的大变局 我们可以看到呢 巨星的陨落 巨星的死亡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被枪杀 包括被暴政 因为暴政而被轰下台 加上整个千年来的大变局就开始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世界局势变化是快 你不是做好计划就可以了 就做好计划来不及 那个变化的一个整个的变动 所以呢2022中国经济呢 我只有告诉大家 生死存亡之战 好前一阵子的那个缺电风波 风暴影响着整个的工厂的营运状态 现在好不容易呢稍微好一点 缺煤缺碳嘛 不是他是抵制澳洲的煤嘛 所以很多人从越南呢 进口澳洲的煤 然后再转进中国 所以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但是呢能够那么方便吗 而且物价通膨这么严重的时候 然后工人又在缺 又在缺工作的时候 你想想看中国大陆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境呢 好当然习近平呢 他所有的一切的那个做法呢 其实呢伤害的不止他个人 而且是伤害了全民 整个他的百姓都被伤害 因为呢太多的工厂拔腿跑了没有工作了 所以他每一次在中全会开会的时候他就讲什么 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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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只求稳 不是求报复了 以前求报分 报复 我常讲我常讲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在发生重大事件 为什么呢 可以看到那些报复心态 不是报复人家的心态 是那种 爆发富的心态 因为啊赚钱太容易了爆发富的心态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呢天会算账的 真的天会算账 我常讲人哦 没有办法抵过天 天一定会算账 好这千年来呢 我们不要说千年了百年来 中国大陆好不容易在这40年飞防腾达了 但是现在接着下来呢 习近平的八字里面呢 明年五曲化季 2022年五曲化季 今年是文昌化季 明不聊生啊 到处就是淹水 现在是哦 东北暴风雪 零下47度 48度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甚至呢到50度以下都有 暴风雪侵袭东北 然后呢 南方呢不断的灌暴雨 不断的下暴雨 然后呢灌暴了所有的什么 捷运站 下水道 灌暴 灌暴 真惨啊 所以呢可以看到呢整个中国大陆呢 现在的整个满目疮痍 令人触目惊心 我要告诉大家 2021年呢 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少关掉百分之60以上 如果有40能存活就算不错了 所以呢你想想看 有60如果100个人有60个人是失业的 所以当时呢李克强不讲了吗 摆地摊不是不好啊 大家自食其利啊 大家开着交车摆地摊啊 以前买的交车下拿来摆地摊不是吗 其实李克强是务实的 他没有那么大的梦想 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呢 他八字是不一样的 他八字是比较务实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习近平呢最近呢还对台湾的频频动作呢 就是每天都在一大堆的军演 想想看他内衣物外患哦 接着下来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势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的黑天鹅事件不断 年底大量企业倒闭 还会继续倒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你们在中国大陆的事业呢 要特别小心了 如果你能够撑得过这一波的话 12月 包括明年的1月 1月是什么 五曲化季五曲化双季 你想想看 2021年的12月呢是文昌化双季 2022年呢是五曲化双季 真可怕 好 从任隐月 夸 任夸甲 乙并 好 到农历5月以后呢 才能够稍微缓解 所以呢在2022年的上半年已经完蛋了 已经完蛋了 我要告诉大家 年底期大量企业倒闭 你知道吗 所有的全球的企业 都跟着倒霉了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你知道那个什么 海底捞也关了 什么都关了 台湾的海底捞也关了 你想想看这怎么做得下去呀 以前不是信誓旦旦的全球要布局吗 没有用的 所以呢企业很大的时候呢 也是很风光 但是企业过大呢 也是很危险 对不对 一旦不要发生任何的问题 企业就要到面临倒闭边缘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重磅 电商大逃亡 好 私底店呢即将转型崛起 好所以呢 以前要恢复什么 小小的店面了 大家又要回去找小店面了 电商大逃亡 为什么 税金的问题 而且 你要知道 马云的整个电商呢 阿里巴巴也好 什么也好 通通都出了问题了 想想看 电商如果大逃亡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要回到以前呢 我三十多年前三十年前呢 在 广州深圳那段时间呢 都是开店面的 一间一间的店面又要 实体又要崛起了 这是未来2022年呢 中国势必要改变的一个形态 好 所以呢 小店又开始了 好 千年之大便局呢 所有的生意恐将灭亡 如果 这个石油又继续在涨价 而所有的 货物 全部呢 包括 生产店都出大问题 原物料大涨 包括呢 缺粮 想想看 中国大陆一旦缺粮 然后呢印度缺粮 我们就不要讲非洲缺粮这件事情了 现在海地也缺粮吃泥饼 哪里不缺粮呢 到处再缺粮 好那如果缺粮的情况之下停电你连 泡面工厂都没有办法动弹 连做泡面都没办法动 因为那它是全部机器化的 好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千年之大便局呢所有的生意恐将都要 快速的灭亡 如果你要用到大量的电 都会灭亡的 好 华为 公主回去了中国以后呢 华为还没倒 所以呢 华为还会崛起呢 我觉得呢 当然我刚才讲过一件事情 再高位的 在最风光的 现在要下来 从下面的要崛起 如果你是一个务实的商人 你是一个面对困境能够解决困难的商人 那我告诉你 你还可以有喘息生存的机会 要不然就没有了 你要在中国大陆继续经营事业吗 要有心理准备 好 未来现金流趋势 将比利润率更重要 玩那个金融游戏的是谁 马云最厉害 他将国家的 将所有的钱呢 银行的钱转来 变成他个人的钱 难不成习近平呢 不会 把关吗 他一看 金学道的时候 已经可能快来不及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马云呢 多少年台积电当中 某个都曾经 在台下听马云什么演讲 多少大企业老板听过马云演讲 我看过他的好几篇视频 讲的真的是 太厉害了 这绝对是 前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人 我真佩服他 但是呢 看看马云现在 是不是出逃呢 还是在中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未来 手上未有先进的人 才是 最大的王 所以呢不管是全世界都一样 你如果没有现金 你是全部都贷款来的 告诉你 你一定会很惨 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房子 你有很多土地 你要卖的时候就是赔钱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呢 中国大陆有很多土地对不对 有很多厂房对不对 以前卖的很好价钱 比如说在上海 政府帮你两倍三倍收购价钱 三倍四倍收购 现在呢如果在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你买很多土地 我告诉你 要卖吗 农民银行倒了 不是吗 还有谁贷款给你 他现在在紧缩银根的时候 银行全部所有的体制会改革 所以呢在2022年呢 五曲话计就是银行体制的改革 我曾经跟我的很多的大客户讲 他们在中国大陆开工厂开一家七家八家九家 开了九家工厂为什么 他是从上海移到三线城市四线城市 我当初就跟他们讲说 请你们不要买那么多土地 不要画那么多土地 你以为一家一家公司开 就一定能够赚到钱吗 小心一点 前两年我就开始预告他们 前三年我就预告了 没有听话的都惨 真的 我们怎么样算这个八运要走过了 接着下来 动荡的火运开始 动荡火运而且在2022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 想想看 你再有多的土地有用吗 你本来在这边赚的钱你在那边丢下去等于是什么 没有用的土地 所以呢你要卖吗 你要去贷款吗 贷款要还 是不是 你卖的话的价钱 当然不好 因为没有人在进去买土地 开工厂 以前的土地是用抢的 现在不是 就像台湾现在 台商回流以后台南的土地呀 高雄土地是用抢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接着下来2022年 我告诉你 你买了太多土地 你肯定要赔大钱 好 接下来呢 安逸和宽容是对员工最大的不负责任 你给员工很安逸 然后很宽容他 不打卡 很多公司不打卡 你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那么自律吗 不可能的 这种公司肯定要导的 你想想看 人喔 是有惰性的 我能休息 我能 我能坐着我为什么要站着 我能躺着我为什么要坐着 对不对 然后我 我能够这样躺着领薪水 我为什么要坐着领薪水 我坐着领薪水 我为什么要站着领薪水 不是这样吗 我8小时 我可以拿到钱 我还拿到奖金 不可能的事情吗 未来 2022年 我要告诉大家 连台湾都一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公司肯定要倒闭的 那就是对员工最不负责任的 老板如果是这样做法是对员工最不负责任 我看到很多的公司跟工厂都是 战战兢兢才能够呢 明快的活下去才能够呢在困境当中存活 所以呢 未来 2022年 要用半年的时间赚上一年的钱 完成一年的工作 如果你的员工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 肯定要失败的 公司工厂都要失败的 我现在先讲一下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来 我们的货运呢 想想看 你到一个港口 他可能呢三个月报官报不了 过不了岸 上不了岸 想想看 三个月上不了岸你的东西呢 会不会延宕呢 我要到的货物呢 没有办法 空运呢 费用double 海运double 那请问一下 他还延宕你的时间 你说你要不要用半年的时间赚上一年的钱呢 工作 将一年该做的事情呢 用半年的时间来做完成 无曲化技就是竞争 竞争之财 所以呢不大刀阔斧的来改变这个公司或工厂的话 肯定公司要倒闭的 所以呢 员工 想说我安逸过日子 很好你现在安逸过日子 将来就是没工作 对 就像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在念书的过程当中 你的书念的很差 你的专业学习很差 你在未来在社会上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工作就是一定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有在职进修呢 一定是这样子的 好 我想呢接着下来呢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天灾人祸呢 未来 我还是会做全球的大预言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讲 但是呢 我会先分三个国家来说 欧洲归欧洲 美国归美国 中国归中国 台湾归台湾 亚洲国家我会把它再做一篇 那我会分几大周来做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你的小铃铛 持续关注你们的国际局势 持续关注你们口袋的 钞票OK 让你们呢在2022年呢 无后顾之余 不要忘记了帮我分享按赞 开启订阅按下你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拜拜